好 我們來看題目 這邊有一個穿過去的導線 然後給你AB三個點 然後AB三個點 然後又告訴你距離如何 然後問一個要磁場方向 一個叫做強弱大小 第一個磁場方向就是所謂的安培右手定折 好 然後咧 就比 電流從由西流到東 你就用手比一比 比完 然後要圈圈 好 記得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是磁場方向 是要在ABC的點做切線 切線切 然後這個題目是有東西南北的 左邊是西 右邊是東 進去裡面是北 出來外面是南 所以進紙面是北 出紙面是南 所以就要照他們寫 AB是向北 心是向南 好 這個是 問的是方向 安培右手定折 找到了磁場 還要記得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是磁場方向 然後做完就知道了 下一個就是安培定律 跟你說 他的大小是跟XX成正比跟XX成反 你還記得嗎 跟電流成正比跟距離成反比 他有告訴你距離是A大於B大於C 就曉得了 應該是 A的距離最遠 所以他的質地會最小 所以答案就是A小於B小於C 就是 講 簡單的 簡單的狀況 OK 好 下一題 問你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問你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看一看你就知道 看一看就知道了 OK 來 應該 找位大帥哥嗎 小位大帥哥 帥哥 二十九 二十九 你答案多少 A 怎麼說 這個就是基本概念 安培定律跟電流成正比跟距離成反比 所以C都是錯的 然後定則他的磁場方向是跟電流上垂直 所以B是錯的 所以A是對的 他是一個封閉的同心圓 封閉的同心圓 這就是 簡單的 我們的基本的概念就可以了 好 下一題 下一題就是 他文字上已經告訴你 導線在此正的上方 那你要看看這個圖 你有沒有看得懂 知道這個導線在此正的上方 這個也算有東西南北 因為N級要指向北方 所以呢 圖的左邊是北 右邊是南 進去裡面是哪裡 進去裡面是東 出來外面是西 那他會往哪邊偏 一樣 這簡單的安培右手定者 簡單安培右手定者 好 來我們要找一位大美女是嗎 好 找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六號 六 你的答案是誰 不會 不會 C 你選C邊 請坐下 你選的答案叫做C 來 來就比 安培右手定者 電流 他圖上有電池 就有正極跟負極 就知道電流從正流到負 所以電流從左流到右 然後手一挖 畫在下面切線向裡面 裡面是哪一邊 裡面是東邊 入紙面 入螢幕的是東邊 所以答案就向東 OK 好 下一題 類似 畫成這樣 但是這裡要注意 他寫的是 CD 低端向哪裡偏 所以你先確定 低端到底是N級還是S級 圖上已經畫了 北邊了 所以D指向北 所以D是哪一級 N級 他就會問 那就是我們正常用 安培右手定者 所比出來的磁場方向 就是N級的指示方向 可是有個題目會問S級 你現在要小心 要小心 然後按下去 我們的會偏哪裡 偏哪裡 來 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 三四 三四 你講什麼 西方 你說西邊 好 一樣嘛 比比的安培右手 上面有正負習 就知道電流是從左流到右 然後比完 從左流到右 然後放在下方 握進去 他右手是北 左邊是南 進去是西 出來是東 他下方要切進去 就是指向裡面 入指面西方 所以答案就選向西 OK 那請問你 可變電阻這樣變會變大變小還是不變 那你看看可變電阻這樣子 疑 經過的電阻會多還是少 電阻變大還變小 電流就變大還變小 然後就配合安培定律 跟電流成正比 你就知道磁場是大還小 那你就會了 你就知道他應該是如何 OK 來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小女生叫做四號 Number 4 變大 你說什麼 變大 請坐下 你選的答案叫做會變大 為什麼會變大咧 因為你向F移動 經過電阻變短 表示電阻變小 電阻變小 表示電流要變大 電流變大根據安培定律 磁場就會變大 所以偏轉角度就會變大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變大 這就是我們簡單的練習 把我們剛剛教過的安培定律呢 複習一下練習一下就可以了